撒姆尔记 下 第九章 大卫说 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 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 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喜巴 有人叫他来到大卫那里 王对他说 你是喜巴吗 他说 仆人是 王说 扫罗家还有没有剩下的人 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 喜巴对王说 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 双腿是瘸的 王对他说 他在哪里 喜巴对王说 看啊 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 于是大卫王派人去 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 召了他来 扫罗的孙子 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社来到大卫那里 脸浮余地叩拜 大卫说 米菲波社 米菲波社说 看啊 仆人在此 大卫对他说 你不要惧怕 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 向你施恩 把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 都归还你 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 米菲波社叩拜说 你的仆人算什么 不过如死狗一般 竟蒙你这样眷顾 王召了扫罗的仆人喜巴来 对他说 我已把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 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 你 你的众子和仆人 要为你主人的儿子耕种田地 把所收获的拿来供他食用 你主人的儿子米菲波社 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 喜巴有十五个儿子和二十个仆人 喜巴对王说 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 仆人都必遵行 于是米菲波社与王同席吃饭 如王的儿子一样 米菲波社有一个小儿子 名叫米家 凡住在喜巴家里的人 都做了米菲波社的仆人 米菲波社住在耶路撒冷 常与王同席吃饭 他两腿都是瘸的